二十大跟十九大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的地方 主要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邓小平的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 以所谓的对外开放的一种外交的关系 这样一条路线内涵的三个主轴和因素 在这一次的二十大当中应该是彻底被抛弃了 而且是非常彻底的被抛弃 这就证明说习近平是完全告别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一个路线 这个是在二十大里面非常明确的一个看出来 那么这也同时意味着 就是说习近平他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治国的方式 告别了这个四十年来 可以说是形成了所谓中国崛起的一个内外优势的 内外部的一个优势 以及他所谓的崛起的条件 所以他要走向一个以习近平一个个人独裁的 个人独自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看得很清楚 告别邓小平 那么第二就是说这个安全的一个议题 在二十大里面特别特别的突出 那么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是就是关于安全这样的一个词汇 在二十大报告当中里面足足出现了五十次之多 那么跟这个安全有关的这个所谓的斗争这个字眼 也出现了有十七次之多 特别是说他强调就是这个斗争 不是一般意义的阶级斗争 是要跟敌人跟对手要敢于斗争 而且还要善于斗争 所以安全问题还有斗争的问题 在这一次二十大特别特别的明显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反映出习近平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很大的一个不安全感 焦虑感甚至包括危机感 因为处在一个这样目前的一个中美对抗的一个情况之下 习近平面临的这种内心的压力 以及他这种焦虑感是非常明显的在二十大里面显示出来的 尤其就是说对于怎么样去消除这个内部的外部的一种各种的一种安全上的威胁 那么包括对内可能产生一些党员的背叛 那么对外可能会招致到西方国家 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这种更进一步的更强烈的制裁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危机感 但是我们也看不出他好像也拿不出什么对策 那么这是第二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就是虽然我们说习近平已经告别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但是他也并不是说完全不搞经济 但是他的经济很显然跟过去是明显的不同 我把它称之为说一种习近平大国主义的经济学 大国主义的经济学 那么有几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习近平特色的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布局 那么第一个就是去美元化 这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朝向一个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储备化的方向来发展 比如说开创这个数位人民币 那么建立这个所谓的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等等的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取代美元霸权 这是第一个习近平大国主义的经济学的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摆脱外部的一个技术依赖 他在权问的报道等等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什么东西呢 自主 那么这个创新等等这些字眼 就意味着就是说 他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角色方面 他要重新去抓回这个主导权 重新去重建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一个全球供应链 这个是在二十大里面很清楚的 那么第三个在报告当中里面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中国要掌握开发创新关键性的技术 这个关键性的技术 是我认为是习近平经济学当中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要点 什么叫关键性的一个技术呢 其实就是要好好的去跟西方世界打一场科技战 而且要赢得这个科技战的一个最后的胜利 另外第四个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报道当中里面不断强调一种高品质发展 高品质的技术 高品质的人才 高品质的对外贸易等等 可这就是说他基本上虽然说 已经告别了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其实那个路线本身可能一眼一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下去 为什么 因为邓小平的这个经济路线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低端的 以这个加工出口为劳动密集的一种产业的模式 那么习近平可能要改变成这样的模式 朝向一个就是说在技术领先 品质超越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种所谓的高品质的发展 那么第五个呢 也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强国论 你看这个整个报告里面 其实就是不断在讲大呀 强啊 斗争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名词 而且它具体的在报告当中 我们提出了一个六个强国论 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制造业的强国 另外就是品质上的强国 另外就是在航太航天科技上的强国 还有就是在交通事业上的强国 还有就是网路强国 还有一个叫做数位中国 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人才强国 所以它的强国论非常的凸显 而且明白了指数有六个 所谓的强国论的一个要素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论 当然了这个共同富裕其实是有一点化饼冲击的味道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 一个上海的中产阶级 你怎么样去跟四川大梁山的一个农民 去做一种所谓的所得的一个平均或是拉近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正是因为很困难 习近平在整个报告当中里面 没有对于共同富裕这个提出任何一个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二十大和十九大最大的不同 表现在以上的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告别了邓小平的改革 开放为中心的一个务实主义的路线 那么第二个就是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显露出它有很强大的一个 很明显的一种国际的危机感 第三个就是提出所谓的习近平的大国主义的一个经济学 那么表现了我刚刚所说的六个方面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